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goarty的scanero对吧 手工的基于目标的 然后注意一下 这就是刚才看到的第二种 你把这个复选框勾上 就是第二种 不勾就是第一种 我们来看区别 首先看第一种不勾的情况 我们随便选一个脚本过来 点击OK 来看一下这边虚拥户的数量 能看到吧 这个quantity这个数量是10 是以数值的方式来显示数量 没毛病吧 OK好 我们再来看 再来看 然后这回的时候 我们还是放随便一个脚本 我们把这个勾上 percentage mode 代表是百分比模式 把它点击OK之后 我们再来看 我们会发现这边的时候 不是以数值了 而是以百分比方式 然后有同学会说 老师那百分比的话 那基数是多少呢 在哪设置呢 在start users 在这个地方来设置 然后有同学会说 老师那你设置完 比如说一百个 这显示百分之百 那不就一百个 这有啥意义呢 它的关键区别就在于 我在一个场景中 如果再放一个组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 因为如果再放一个组 在前一种方式的话 你是还是以数值的方式来去写 而这种方式 就可以以百分比来控制了 比如我在这里边 我不管你是几个 我就控制 一个给我加在40% 一个给我加在60% 就OK了 我用这样的方式 具体40%是多少 基数随便变 但我就要求化百分比值 就这么一个区别 剩下的其他都一样 这种手工方式 剩下其他都一样 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说 相对应的这个场景设置方式当中 实际真正意义上就是两种 就是两种 大家可以我们来看一下 手工方式 我们后面再说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基于目标的场景 基于目标场景 在基于目标场景当中的设置当中 Lauderun提供了五种目标类型 五种目标类型 第一个是以虚拟用户数作为目标 可以看到 Visual Users 以虚拟用户数作为目标 第二个 Hits Per Second的每秒请求数 它是叫每秒点击数对吧 Hits 是不是点击啊 对吧 但我们直接说过嘛 在服务器来说 你对服务器来说 你的点击实际就在发请求嘛 所以Hits Per Second的叫每秒点击数 也叫每秒请求数 每秒请求数 然后Transactions Per Second的 是每秒事务数 每秒事务数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叫做 Transactions Response Time 事务响应时间 最后一个是Pages Per Minute 也就是我们的每分钟页面数 一共是这五个目标 在哪里能看到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场景 看一下场景 注意啊 先选到基于目标的场景 然后脚本的选择还是正常的 点击OK 你会发现现在之后 界面都不太一样了 能看出来吧 界面都不太一样了 然后呢 现在目前的情况下的时候 首先上面还是我的相对应的场景用的脚本 包括我的负载发生器的控制 然后底下这边呢 现在可以看到有一个场景 就一个目标的这个发明称 叫做Hits Per Second 100 很多同学初步会以为说 老师在这设置 我看怎么这就只有100和200呢 其他的类别在哪呢 实际并不是啊 在底下 有一个Edit Scandal Go 编辑场景目标 能看到吧 点击打开之后 在这边的Goal Type当中 来去选择 可以看到 Vusus Hits Per Second Transactions Per Second Transactions Response Time 以及Pages Per Minute 一共五种 在这进行选择 这进行选择 上面只是给名字 上面只是给名字 你上面这个地方 无论这怎么换 你发现的名字 是固定的 你可以改 你看到吧 Rename是重命名吧 Delete删掉 新线是新线名字 这是个名字 方案的名字 这个随便改 真正的方案的类别 是在这个里面进行设置 一共是五种 一共是五种 OK 那么 我们来 回到这边来 实际上我不太想去 来回翻PPT 因为就照着讲就OK了 就先来看第一个吧 第一个吧 以虚拟无数作为目标 以虚拟无数作为目标 第一种 Vusus 就是它的这个目标的名称 目标的作用 就是以虚拟无数的目标 然后什么时候去用呢 当一个应用 对用户数要求比较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直接来测试了 所以 这边的时候要去清楚 说什么时候用基于目标的 我就要利用 Lowdowner这个工具 做一些简单的性能测试 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设置和要求 而且我的性能测试的目标 也比较传统 也比较传统 比较大众化 那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我就可以采用 这种像 系统给定的 就Lowdowner给定的五个目标 来做相应的性能测试 你像这个虚拟用户数 你想测什么最大加线数 这些东西的时候 都可以用这个目标 不用自己单独设置 不用自己单独设置 因为它就是以虚拟用户数的总数 来作为性能测试目标的 换句话说 在未来的测试过程中 你设定了多少个虚拟用户的数量的值 它就会最终加载到这么多的值 来看一下系统能不能扛得住 谁相当地就测最大在线数 所以未来如果说 你在实际系统测试的时候 有人跟你要求说 让你拿Lowdowner去测一下 最大在线数 当前系统所能够承载的 最大在线用户数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用这个目标类型了 也就是Virial Yoders 能听明白吧 我觉得你可以在笔记里 是不是可以记一下 对吧 未来的测试目标就是 最大在线数 就可以用这个方式 它是以用户数作为目标 就它这种情况的时候 它不关注你这个用户 到底发几个请求 它就只关注这个用户数 必须在当前系统中 不断在发请活跃用户嘛 还记着这概念吧 昨天讲过的 活跃用户嘛 对吧 或者说在线用户嘛 它在不断的发请求 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你的系统能够去承载这些用户 不断发请求 对吧 我们经常讲有些系统 它会经常以这个指标 作为一个系统能力的 一个宣扬的一个方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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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怎么讲 一个不能叫 不能叫口号 怎么讲 就是一个一个宣传点吧 换句话 或者一个卖点吧 比如它会讲 我的系统的能够支持的 最大在线用户数 可以达到100万 甚至1000万 它会宣称 我有这样的能力 因为这是一个 大家比较好理解的指标 然后普通用户也会觉得 那你的系统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应该还蛮不错的 对吧 所以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这种相应的性能测试的 这种方案 这个目标会特别常见 在很多系统测试中 上来首先测 也会测这个最大在线数 实际最大在线数 如果测的时候 用的方法是什么 按我们学过的 系统测试的方法 如果想测这个目标 用负载压力 可高性配置 还是视效恢复 还是什么其他的 测最大在线用户数 肯定用的是负载测试吧 对吧 所以要足及加压 不要忘了这点 负载测试一定注意方法 足及加压 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这是我的虚拟弧数 第一个 虚拟弧数 这边你直接给值 直接给值 比如我制定值2000 2000 那我现在就会以2000 这个输送目标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加压的方案 加压的方案 我会自己来进行变化 再看一下 现在 首先看底下这个指标 这是横拟是什么呀 时间的单位是什么 这是 是分钟 是分钟 时和分 时和分 所以他加在2000个用户 大概需要的时间 大概是四分钟 能看到吧 从这到这 是不是四分钟啊 好我们换一下 如果换成200呢 跟这个时间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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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个 有一个加压的那个方式 哦是不是最高只能支持200啊 2000能支持吗 哦怪不得了 那我们来换个吧 换一个吧 我换个20来试一下 这怎么越 他越用还越抽抽回去的呢 哦 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这个有没有改过来啊 没用自动的方式 现在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200个用户 现在需要多长时间加压 大概是 7 7分多一点吧 对吧 7分多一点 然后比如说我们换成100个用户 你可以看一下啊 100个可以看一下 大概多长时间啊 四分钟 所以他会随着你的用户数的变化 来自动调整 虚拟用户加载的这个时间 也就是他的具体方案 哦 你的指标只要变化之后 他会自动变 但这个自动变里面要注意一个问题啊 是你如果需要做设置的啊 像都等会我们会看到这个设置具体怎么去做啊 具体怎么去做 那么所以在这个里面的时候 这个相当指标比较简单 他就是以 未来我的系统所能够承载的最大的虚拟用户数来作为目标 而且一定注意 这过程中的时候 所有虚拟用户数加加载上来之后 就不会再退出了 会一直持续的给贝特服务器发请求发请求发请求 要注意这个问题啊 注意这个问题 OK 这是我们在这里面说的这个第一个啊 以虚拟用户数作为你的相应的测试目标 然后我讲完他说 顺便我们把底下这个给你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首先看第一个 Scanneral Settings场景设置 好 场景设置 这是第一个选 看这个啊 这里面第一块 这叫Round Time运行时间 能看到吧 好 看里面的 Round 4一个时间 After the Target has been 这里要注意一下 很多同学会误以为 老师这里面设置的30分钟 是我场景整个运行的时间 错 千万不要这么想 他的这个时间 注意是目标到达以后再跑30分钟 也就是意味着我把100个用户加完 加了4分钟吧 对吧 4分钟跑完之后再跑30分钟 是这个意思 千万不要以为是整体的时间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我这是200的话 注意一下啊 我的长景设置时间应该是首先200个用户加上大概7分钟 对吧 7分钟过完之后 如果到达目标了 再跑30分钟 能区分开吧 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时间是整体时间 啊 这是第一个要说明的啊 第一个要说明的 这是第一块 好理解吧 好 第二个 如果目标没有到达 不能到达 对吧 如果目标不能到达 他的相应的方式 注意默认 continuous general without reaching 也就是不管目标到没到 继续跑吧 对吧 继续跑 所以有些同学会说 老师怎么我用这种方式 明明我就加不上去 怎么场景没有停啊 怎么还能继续跑啊 现在加到180个用户说 系统已经崩了呀 但场景为什么不走而不停 就是因为你选择是这一项 如果目标不能到达的时候 我也继续去运行 那如果你想让 你的Lowder Owner 在目标不能到达之后 就停止运行 你应该选择上面这一项 Stop scenario and save results 什么意思呢 停止场景并且保存结果 是这样一个方法 这样一个方法 OK 所以这个地方需要注意 这是我们说要说的第一块 第二关于这个场景的设置 但是